咔飘汁 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做了一期关于低音咖啡的视频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的拔完致吃 每天在吃硝烟药 当时医生还盯住我说 如果你要是经常喝咖啡 最好在拔完致吃 吃完硝烟药的这几天 不要喝咖啡 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忍住 就偷偷的喝了一些胶囊的咖啡 后来我才想了想 是不是可以用低音的咖啡来代替一下 所以说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做了一期视频 跟大家聊了聊低音咖啡的种类 以及实际的消耗 以及运用的地方 低音咖啡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冷门的一个市场 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市场 你到了咖啡店可能都没有卖的 只能在网上买一些低音的咖啡豆 自己来做 现在我们喝到的低音 其实更准确的来说 它是拖音的咖啡 因为目前大部分是运用比较成熟的技术 Swiss water 就是瑞士水浸泡 来去除掉咖啡生豆中的97%以上的咖啡因 得到了脱掉了这些咖啡因的生豆了之后呢 再进行烘焙就成为了拖音的咖啡 所以说即使是拖音的咖啡 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咖啡因的 就比如我们平时喝的一杯咖啡 这杯咖啡的咖啡因如果在100毫克的情况下 那么拖音的咖啡就在0毫克到5毫克之间 基本上可以是忽略不计的这样的一个含量了 那可能有人会好奇的问 作为一个咖啡师 为什么想要做低音的咖啡 那首先是因为我自己有喝低音咖啡的需求 那因为就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跟朋友们聊天或者出去喝咖啡的时候 他们就会在意到说 你怎么喝咖啡那么快 一杯咖啡好像就在几分钟以内就喝完了 那其实在身边的朋友没有提醒我这个事情之前 我自己是没有太在意这样的一个事情的 那后来我自己才慢慢的在意到 更严重的是我每天晚上吃完晚饭 还会要再喝一杯咖啡 那于是乎我自己的内心就在酝酿说 我要不要做两款低音的咖啡 解决一下自己平时喝咖啡的需求 因为毕竟每天咖啡因摄入太多也不好 那另外好巧不巧的是 我就在最近就遇到了一个干净度非常高的一个哥伦比亚的低音咖啡 而且目前呢我觉得低音咖啡的生豆的处理方式以及烘焙 也能达到一个比较干净而且香醇的口感 那虽然说经过瑞士水浸泡之后呢 丢掉了一些很细腻而且很特别的风味 但是至少在口感和香醇度上来说表现非常不错 所以如果你每天有喝两杯或者两杯以上的咖啡的习惯的话 那最后的一杯呢可以换成这种低音的咖啡会相对的友好 喝起来没有太大的压力 那我觉得低音咖啡的市场它也在慢慢的形成一个往上增长的趋势 就像是你喝不了牛奶 你可能会用植物奶或者用脱质奶来代替一样 那么低音咖啡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因为我发现低音咖啡其实在西方国家 或者是在咖啡市场比较成熟的这些市场 它已经是一个大众不陌生的东西了 不少对咖啡因敏感的人 喝了咖啡影响睡眠的人 或者是怀了孕的宝妈们 甚至是你感冒发烧啊 或者是正在吃药的这些人 可能在某些时间段就需要喝低音的咖啡来解解馋 那所以说呢 基于这样的一些需求 那我们就做了两款低音的咖啡豆 一款叫做美梦 一款叫说晚安 那听名字就可以知道 这两款低音的咖啡 它们的咖啡的含量也不一样 那就比如说晚安这款 那我建议大家在吃晚饭前 喝这杯咖啡 因为它含了80%的拖映的咖啡 以及20%的正常的阿拉比卡的咖啡 它是拼配的一个咖啡豆 那所以说呢 它会让纯拖映的咖啡 喝起来没那么的无聊 终身的烘焙度喝起来很香醇 比较适合做成牛奶咖啡 嗯这个拉出来的这个郁金香还是可以的 OK小伙伴 喝完这一杯 所以我们说晚安 好不好 我觉得加了牛奶之后呢 咖啡的香醇以及牛奶的香甜 结合的就非常棒 那如果你自己平时喝生酥味的咖啡豆比较多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说晚安 那另外呢 我自己也尝试着用手冲的方式来做了做 喝起来呢 意外的干净温和 还带那么一点点 哥伦比亚的这样的一个酸汁 那另外做美梦这款 它是100%的纯拖映的咖啡豆 所以说呢 喝的时候你可以没有任何的压力感 即使你吃过晚饭之后 也依然可以喝一喝这个咖啡 接下来就是做一个美梦 那这款呢 其实我在上线的一两个月前 就找了一些朋友 他们平时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 喝了咖啡睡不着的 就提前给到他们去测试 喝喝看 看一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他们给到我的反馈 就是喝了之后 基本上不会影响他们正常的睡眠 那这款做美梦这个呢 它的烘焙度也是比较深的 喝起来呢 就比较的厚实厚重 但是呢 它也是有一点这种哥伦比亚的这种酸质在的 你看这个冲泡了完成了之后 它这边 你看这个滤杯 有一个比较深的这种窝窝 哇 这个喝起来真的干净度很高 很厚实 但是同时它带有一点点哥伦比亚的这种酸质在 但是这个的话 我建议大家在做冲泡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把比例拉到1比16或者到18之间 这样的比例喝起来的话 会这个浓度就刚刚好 喝完这一杯 咖啡就去做一个美梦 满足想要尝试一下低音咖啡的小伙伴 那最后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奶泡打薄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不过应该这个喝起来是挺好喝的 来抽一口 嗯 嗯 嗯